我們先看第一小集 第一小集是說 這個一眼二十方程是它有重根 那麼它問V等於多少 那有重根的話 所以它判別是 是V平方減4x 減4乘以64 這個要等於0 那時候我就曉得 把它移過去開根號 所以是V等於正乎多少 更好 4乘以64 這8個平方 8乘以64 所以知道 這是2乘以8 正乎2乘以8 2816 所以V有可能是正乎16 有可能是乎16 好 那我們看第二小集 第二小集是怎麼問 它說假設二次方程式 3x10平方 4x10平方 加上k-24x 8加k 他說有相等的兩個根 那麼它問說 這個有相等的兩個根 那麼k等於多少 那根又等於多少 好這怎麼做 因為他說有重根 他說兩根相等 兩根相等就是重根 這個方法是如果重根的話 判別式 判別式要等於0 k-24 的平方 減掉4ac12k 這個要等於0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k平方 可以用公式解 的話 可以用公式解 公式解 A分之乎2分之B 所以是30加減多少 30的平方減AC,減掉24的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30加減 30減24是6 30加24的話多少呢?54 是6乘以9 這可以開方了 開出來是6乘以3 所以30加減 6乘以3,6乘以8 所以它有可能是48 或者是多少?或者是12 好,那我們再討論 第一個 當K等於48的時候 K等於48的時候 這個方程式等於多少呢? 這個B,這個方程式等於多少? 這是3x平方 48-24x 再加48等於0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是重根的 重根的話 所以它的根是等於2A分之乎B 所以它的根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2A分之乎B 2乘以3 2乘以3 乎124 6乘以4 6乘以4 等於4 等於4 就是當K等於48的時候 X它的解 就是等於4 重根的解是4 第二個 當K等於48的時候 這個方程式等於2A分之乎B 3x 這個是12 是減掉12x 加上12 那這個是重根嘛 重根的話 所以X等於2A分之乎B 這重根就2A 2乘3 乎B 12 6A分之乎B 所以是等於2 其實是等於2A分之乎B 這重根嗎 2A分之乎B 因為2A分之乎B 3A分之乎B